你好是食物還是食物 我真的很開心可以看到你 我就是之前那個中華民國教授那個人 因為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那個像比如說美豬 然後還有是牽中毒 就是社會的觀點 對於這個中毒 這件事情其實 跟我們實際上科學的角度 其實是落差很大 因為大家都是用自己的想像 來覺得說到底有毒還是沒有毒 而且再加上那個前一段時間 就是這一段這幾前面幾年的 這些所謂的名嘴跟所謂的這些毒物專家 他們其實也都是順應名義來講說 哪些東西是有毒哪些沒毒 那所以到我們最近才開始 就是提出一些比較明確的這些數據 讓這些社會大眾知道 但是他們看來不太能接受這些事情 像比如說這個美豬 其實我們必須要吃到很高的劑量 然後就是等於相對來說 就是要吃到很多的豬肉一次 才可能會有那種中毒 所以我們就想說要怎麼樣透過這種 應該說要透過什麼樣的角度 或者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才可以讓這個社會大眾才可以 也滿滿接受到說 這個毒物其實並不是這麼可怕 對 但是有些比如說千仲族這種 中藥中藥的千仲族這個 但是它確實也是很可怕的 只是一般人就是不知道 對 對 所以這方面的話我們就在想說 就是比如說透過 透過信銷的方式 或是透過我們教育的方式 或是透過任何一種方式 要怎麼樣可以讓這個社會 或者是讓 或就是更進步 在這個方面 對 所以我這樣聽起來你的目標是說 對這些就是獨立 有興趣的民眾 但是他們現在可能正在 就是分享一些 可能有些微言聳聽 或者是說不盡正確 或者結論正確 但是中間的道理不一定正確 等等的這些事情嗎 因為我們在就是LINE上面 他們有一個最強被轉傳的 不實訊息的一個資料庫 對 那除了在選前的一小段時間之外 所有的其他時間 都是食藥數的最多 就是什麼跟什麼一起吃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如果每天吃 就會有什麼好處或壞處 等等 那是你在講的是 就是一方面是說 讓大家有些更正確的東西 可以宣傳 那二方面是說怎麼樣子去 好像有點謠言破解 這樣子的感覺 是這兩方面 類似 可是 可是我們也有發現到 像比如說 像比如說美珠這種事 只要牽責到政治 就會變得很複雜 像其實這種事情就是 如果說 點除掉政治這個因素的話 其實很清楚 就是 就是他有沒有毒 會不會造成副作用 其實就這麼簡單 可是 像比如說我們寫了一些文章 然後 常常都會因為政治的元素 然後就會把這些民眾 就是劃分開來 我覺得其實這個就會變成是一個 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對 就好像說就是說 科學這邊的權威 跟政治這邊的權威 不一定用相同的語言在說話 其實 我剛剛從那個 就是主要是 拉丁美洲的朋友們參加的一個四國 就是 台美日跟瓜地欄馬拉的這個訓練的地方回來是線上的吧 那他們在講說他們相當困擾的一個就是他們在防疫的時候 他們的傳染病學的權威跟政治的權威可能講的是不同的事情 這個時候傳染病學權威這邊就比較困擾這樣子 不過當然台灣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傳染病學權威那本教科書的作者當時是副總統 所以他要說服總統只要去隔壁敲個門就可以了 稍微很幸運的一個情況 對 但是在就是獨理學藥理學上面目前沒有這樣子的情況 聽起來是這個意思 是 對啊 對啊 所以 所以就是我們在這段時間其實我們也想要說 比如說 成立一個協會 然後去推動這種 這種比較 算是 應該也算是比較科普的教育 但是 其實說實在話 不容易 因為 社會的觀感是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我們可能 經費上面也不允許 這樣子 就是 因為這看起來好像又要跟媒體 然後又要跟這個大眾媒體這種要連結 但是大眾媒體就是需要錢 不過麥克魯很有句話我覺得很好 叫做 不要恨媒體 自己做媒體 那 所以像我們這個地方就是社商中心 目前的營運單位叫做台灣數位文化協會 那他們的旗下就是Mpost跟飯科學這兩個頻道 那這兩個頻道 一個就是做這種非營利為目的的一個組織 就是它的串聯跟數位轉型 那 飯科學這邊就是您剛才所說的 就是想辦法去串聯 好像中研院有研之有文 或者是就是 就是第一線的在做研究的這些學者 但是用一個有梗的這個方式 然後去做出一個大家一看就會覺得 這個很有意思 我就主動的去轉傳這樣子的一些事情 那當然就像您說的如果他是要跟主流媒體去合作的話 那畢竟有經費製作費用等等 但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大的飯科學社群 就是致力於科普的這些朋友們 在他出道成為暢銷作家以前 等於讓他們練筆的這樣子一個地方 那所以就可以一下子就找到比較多的朋友 那像飯科學可能您也有聽過 我有去飯科學演講過 對 那他們也是會辦像飯科知識節啊 這樣子的活動 只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需要可能您要自己出來當網紅 因為你如果不是跟您合作 你就得自己扮演那一個主持人這樣子 對 但這個也是 我們其實 對啦 如果我們自己走出來的話 有時候 我們學校裡面也會有很多的意見 所以之前才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就是因為前一段時間 因為疫情的那個問題 然後我常常去那個 沒民視跟三立 那個顏色比較 比較鮮明一點 對對對 那我們學校的顏色比較 對 所以當時就開始就冒出了這種事 不過那還是你參與媒體嗎 我們在講的是說 你像我們的陳建仁 現在院士當時的副總統一樣 他自己在 我記得應該是好好 好學校 上面有開課 就是全民防疫同時課 那這樣子就沒有顏色的問題 因為他自己就是主持人 這我剛才的意思 如果你跟現有的主流媒體合作 那個主持人 他的社會形象 不免就會讓你能夠碰到的人 說不定會少到一半 對不對 對 可能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關係 但是當你自己去線上開一門課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你自己就是那個主持 對 對 我覺得這個想法不錯 對 所以如果說我們成立一個協會 然後我們專門在開設這樣的課程 透過這個平台 我覺得一開始就是跟現在已經有名號的 好比像說台灣法團隊啊 圖文不符團隊啊 看科學團隊啊 等等做一個類似像新聞聯播嘛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我覺得這個 因為像剛剛講的這些都沒有什麼政治顏色的問題 對 然後 對我覺得這個倒是一個 滿 滿不錯的一個想法 對 還有什麼想法 對 你時間忘記要講什麼 沒關係 我 好 我是簡志峰 你好 鄭委員你好 其實我今天是 看了偶像回來 你明天是嗎 OK 昨天他才跟我講說 明天早上有沒有空 我們要去見唐夢 我說 那什麼的行程都要排開了 謝謝謝謝 多寫好玩 是 那其實那個 趙老師跟我講了滿多 他想要成立協會 這樣的一個想法 但是我們其實對於協會 如何去營運 如何去募還 甚至可不可以做營收這一點 跟我們的身份會不會有一些衝突 我們其實都還是有很多 復慮 對 你說身份是教職嗎 教職 你們有行政職嗎 沒有 那還好 隨便 真的嗎 教職 教職可以怎樣 對 因為有行政職的話 他就比較像是公務員服務法 那樣子的一些活動 你如果沒有行政職的話 你參與這個協會 這個協會 他只要是所有他的英語 都是在投入他的目的 當然協會是這樣子嘛 不然就不叫協會了 不然就叫公司了 對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不管你是發起群眾募款也好 或者發起什麼也好 你還是可以有一個統編 還是可以有一個稅籍的編號 那 像 就是 有很多的協會 甚至 他自己營運比較大了之後 他現在還可以擔任其他的公司的法人股東 那這個是一個 新的公司法修法以後才有的一個設計 就是說 因為我們法人股東制度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嘛 比較特別的一件事情 對 那所以像現在就有一個叫做 好牧人的一個協會 那它是一個由教友所組織的 就是跟長輩們一起共餐啊 一起做一些特色的食品等等 但裡面有一些好像比較像酸梅湯什麼 打響的名號賣得很好 所以它那個部分呢 就後來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艾曼妍 那這家公司就是能夠接受民間的投資啊等等 但是這個協會呢 它用法人股東的身份 但是又不需要出錢 而是用勞務儲資 然後它又用一個新的制度 叫特別股制度 就是說就算你只有少數的股份 但是你這個少數的股份可以定義在你的章程裡面 說你一股算十個投票權 或者這一股就有否決權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他的投資人投資的時候 他或許未來這個公司如果賺錢 他可以分潤 但是他不能夠什麼呢 他不能夠破壞這個公司的經營權 這個經營權一直都還在這個協會的手上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協會理事長改選嘛 改選之後 等於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也就直接改變了 不然以前常常會出現這邊改選 這邊還是上一任理事長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有點不幸的這樣子一個狀況 對 那所以就是說這種做法 就是等你們未來 如果真的有就是比較多的 關於這個獨立的這個服務啊 或甚至產品啊 雖然我不確定會有什麼產品 至少有服務啊 可以經營的時候 那確實這種就是以法人來控制公司 那這個法人是非以盈利為目的 而且是長有經營權的裝飾 是可以參考的 這個在我們社會創新平台上面 如果你按註冊的話 有一些範本可以參考 所以這樣子他們就不會有說個人擔任公司股東的那個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啊 教育不是有 確實 教授不能去 對 所以就是說中間隔著一層嗎 中間隔著一層 就是說你參與的其實只是他的控制權 對 但是其實這個分潤還是民間投資者拿的 對 對 所以就是說 這等於就是股權跟經營權分離 對 那你沒有要這部分 但是你要的是這部分 你不要幾個投資者來 然後忽然就變成賣藥的 雖然賣藥也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跟你本來的初衷就不完全一樣 所以這意思是說我們也不能進來做一些 就是說你不要用自然人擔任這個 你不能用自然人擔任這個公司的股東 但是你們可以這些自然人組成一個協會 而這個協會作為法人代表 進入這家公司 而且又不是出資 你的出資可以是零 你是勞務 用勞務進來 勞務進來之後用特別股說 這邊的投資者所做的所有決定 我要有否決權 這是最常見的 有點類似技術的概念 可以有酬勞嗎 你的勞務當然可以有酬勞 這個沒有問題 像我去演講 一小時也可以收五千塊 超過就要送正風 我其實自己也有想要辦一個協會 那這個協會當然 趙老師在問我說 跟獨立可我可以有一些相關 我自己是教育域的 對 那我過去從事偏鄉教育蠻多 包括教育部的數位學班 然後我自己也有帶一些育幼院 那在屏東我也帶大學生到炒州庫中 做一些夏立民的活動 那我們其實看了蠻多現在偏鄉成鄉差距 數位落差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也很想要成立一個協會來辦理這樣的 比如說如何帶著這些偏鄉的學生做自我探索 那再把這些自我探索到解決社區的一些議題為方向 然後把它帶到他們可以去從事寫一些小論文 或者發展專題變成他們的學習歷程答案 這很棒嗎 就小學伴長大變大學伴 是 只是這樣的一個協會在籌辦的一個過程 我也還是遭遇到剛剛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不知道怎麼樣去身份的問題 我剛剛講的這一整套是大概2018、19年 才開始在我們的中期處的法規紗盒有進行實驗 實驗了一年他們覺得說這個在會計啊 在法規認定都沒有問題 那所以現在才變成是一個一般性可以使用的 這個還是去年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像跟趙老師這樣的一個協會 有沒有可能我們就是變成一個協會來申請 還是要分成兩個不一樣的協會呢 我可能覺得說是比初衷上面過去是一樣的 但是自己在做的 他這邊沒有變獨立 我這邊沒有變焦慮 確實啊 對啊 我是覺得主要還是要看說 未來你的這樣子一種教育的部分 他一定不是只是獨立 獨立是其中一個 那但是因為你要做的又比較是偏向 我聽起來好像是國高中階段的這部分的小學伴的這個活動 那現在就是說如果你也覺得說 你一開始的獨立的課程 主要就是給這個年齡段的 好比像說我最近這個有跟一個叫做Hook的一個YouTuber合作 那Hook他的就是感覺上他的受眾 大概主要就是從可能高中生一路到可能大學或剛出社會 就是差不多這個年齡段 那如果你目前的目標年齡段是這個 就是從雜根教育開始 那這樣子聽起來你們就是相一致的 但如果你的目的主要是終身教育 也就是樂靈啊什麼之類的話 那說不定反而有什麼紅到老人 基金會之類可能還比較是你的路線 那這個就牽涉到說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它主要還是讓你的這些年輕朋友們 能夠remix 就是能夠自己再去把它變化出更多的梗 因為年輕人很有這個創造力嘛 對提供很多素材嘛 對提供很多素材嘛 像我也貢獻了一些什麼 他奉過台灣什麼的 對 對 那這個就是比較年輕化的路線 但是如果是就是比較長輩 或者是您剛剛說這些 對政治上面他意識形態比較濃烈的 你要給他一個感覺上就是非常中立客觀 沒有受到政治左右的這樣一個超然的這樣子一個地位 那這個感覺上就跟學伴有一點距離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這個教育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就是切塊 也不見得說不能在同一個地方執行 那比如說比如說年齡就是低年齡層的人 他可能接收到的資訊可能是比如說扎根類的或基礎類的的資訊 那比如說年齡比較大的或者是比較大眾的 其實可以針對不同的的概念 比如說闢謠的概念 其實都是可行的 對 只是說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也剛好卡在說 說實在 因為其實我們也不太想當教授 原來是這樣 對 但是應該是說不想要在局限的某一個學校裡面當教授 我們可以當全台灣的教授 對 教授at large 無人所教授 對 我覺得這個蠻好的 對 對 因為我們不一定要局限在某一個 因為在目前來說如果是局限在這個某一個形式 然後把這個知識局限在某一個場域裡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可惜的 確實 對 而且再加上現在的大學的風氣就是我們付學費 然後你們就一定要讓我們畢業的這個概念 所以 好奇怪 對 反而學生進來他們並不是要求說 說我們要學到很多的知識 而是說老師要 老師要讓我們給我們東西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兩個感覺都是這樣 就是覺得好像使不上力 然後理論上就是應該要做怎麼樣 可是 就是做不到 反而 反而我們走出校園的時候 像簡老師 他走出校園的時候 他反而可以在別的地方 可以獲得更多的一些回饋 甚至感動 在其他地方 對 就像我可能 可能在學校裡面講這些事情 好像沒什麼反應 可是跟其他人講這些事情 就覺得 他們反而就是有學到的東西 人家會感謝你 真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我們想要 就是走出這個學校 然後做一個協會 擴大社會 擴大力 對 這非常好 對 只是我們一直都想不到說 該怎麼樣去著手這件事 切入 應該是說在生活和工作的平台下 講白一點 就是在收入 我理解 也有一些我認識的教授 他是專門帶像 U-START 或者是什麼D-School 等等的這些創業團隊 所以他一面當教授 一面當業師 這也是一個辦法 或者是如果有教育部的USR計畫的話 那一邊幫這個社區去做營造的工作 地方創生的工作 但是一方面還是當教授 那等於是說你的學生變成這個社區的智庫啊 那這兩個都是存在的 但是這兩個確實就如同你說的 畢竟不是面對所有的全民 它還是針對你的大學附近 等於你的類似學伴的管轄範圍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確實了 就是我想每一個人 他生涯規劃是不一樣的 而且如果像就是各位看起來是很願意跟陌生人聊天 對 那確實這個網紅真的比較適合 因為網紅就是一直要跟陌生人聊天 也對 而且是跟那個鏡頭裡面互相 因為線上尤其你直播的時候就會有非常多互動 但你又不知道他是哪裡來的 所以就是要瞬間去反應 我其實從過去的服務學習到USR都有參與了一些 對 那但是看到的一些問題的增結點 像是比如說我們申請到一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要學生可能以學期上課 課程的方式去執行 沒錯 發現學生其實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有熱情跟動機 對 我們自己就覺得說我們做這個可以幫助怎麼服務社會 然後就說就是修一堂課嗎 沒錯 沒錯 趕快讓我過就好 那我們去山上那麼辛苦 對 然後就很多這種把我們的熱情給打發起來 然後一學習過後 我們發現那一個問題地區的議題 其實我們只是帶學生去沾點水 那之後就還是一樣 對 以前服務學習就是這是主要的問題 那當然USR理論上就是它2加3那個結果會稍微就一點點 對 那但是如果這個前面這個2學生沒有主動的動機 那我們多加這個2也有一點白他 這個是說真的 那當然我們理論上就是辛克剛出來之後 他累積學習歷程等等之後 他18歲就成年了嘛 這個應該明年就通過了 他成年之後大概就不一定會去上大學 就是因為以前都是家長用就是你還沒成年 所以我要你去上大學 所以你就得去上大學 因為他如果要去工作家長要簽字啊 他只要不簽字 他就不能去做什麼別的事情 他就只能去上大學 但是如果18歲之後 我是覺得說會越來越多的人 他就直接先投入社會 投入之後等到他有覺得說 那我要學一點管理學知識 或者是我要學一些關於就是人際的這種知識 或者是關於剛剛講的就是科學的知識 因為大部分他業界還是應用居多嘛 等等 那他再回到大學 那這個時候他可能已經22 或者是24歲 但是那個時候我覺得他的學習動機就會比較強 對 而且也比較不會有那種 我只是休一堂課的感覺 會比較像EMBA那樣子的一些學生 而且攤體來講 這樣子他一生中會回大學比較多次 那但是我是覺得當然這是理想 而且我們也不知道說 新課剛到兩年半以後 會不會真的學生就比較有主動性 那但是 這是等於是長越的一個目標 對 對 所以當我們要從學校要再想說 我們成立在這個行為來 真正提出社區的議題的時候 然後把學生帶進來之後 其實發生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需要人 我們需要大家一起進來幫忙 可是他也要生活 我們沒辦法支付給這樣的人 我們說我們會熱情工作 但他們沒有辦法生活的時候 這又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沒人可以留下來 這樣玩又是什麼點子 這個就是 除了犯科學之外 另外一邊叫做NPOST 專門處理這個問題 對 就是你一個有使命 有倡議能力的這個MPO 那台灣的MPO其實是有一點兩極化 就是真的做得很好的 那你在想到任何議題就先想到它 而且就是發生什麼重大社會事件的時候 他講的可能比就是 部會首長講的還有公信力 那這是很這一邊的嘛 那但是也有很多 像就是您剛剛說的就是 我一開始是一個使命 但是因為我沒有產品或服務去支撐它 那均款人一開始感興趣 或者現在大部分是用群木啦 群木一輪之後感興趣 那之後後來轉成定期定額 就發現沒有人想要定期定額 然後到第二年第三年就難以為基 確實是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就跟創業一樣 就是到創業第五年 只有很小部分的初創企業 能夠長大到就是自己自己做的這一邊 所以我的具體建議是 創業圈有一個講法叫做軸轉 就是Pivot 就是說你在前半年 你就感覺到說你的群眾募資也好 或者是說你的定期定額也好 沒有辦法指引你的就是可能一兩個全職人員的開銷 這個時候你的題目就要走轉 對就是去適應這個社會上現在最關注的事情 那當然我覺得剛剛講到的獨立 倒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因為不管是我們Nural Labs 就是科技部的那個智庫 或者是其他的社會調查 一直都是顯示台灣人最關心的議題 社會議題第一名是食安 而且贏第二名很遠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跟食安有關的 大概永遠不會過世 不要說永遠 但是一代之內絕對不會過世 那所以這個時候你這邊走轉再多次 我覺得都會有朋友願意去試說 那我們再用一個新的方法 讓大家能夠更維護自己的食安 對 那但是關於就是翻轉偏鄉的這部分 真的就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我有認識就是軍醫的這個老師們 或者Teach for Taiwan 他們都是走轉了相當多次 然後組成一個聯盟 然後本來可能是覺得說 我們把什麼科漢學員這個翻譯回來就可以 後來就發現不是這樣 然後他們就真的去蹲點做了很多基本功 那當然現在他們是跟就是google.org 有合作 那所以財務上面比較沒有問題 比較健全了 但是中間也是有很長的一段 就是大概走轉了可能四五次的這樣子的時間 所以要有那樣的心理準備 這是跟創業完全一樣的 對 那我們的問題就是 因為他們就是怎麼投入這樣 對 而且居然是延長受在號召 對 當然 當然啊 任何NPO你都是要找 就是一個 對 一定要 一個有號召力的人物 這個絕對是這樣子的 是 可是很多他們就沒有 小的團體他們 對 可是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他可能就是比較像合作社 就是說你要解決社員 就是你的協會的會員的一些問題 好比上確實像主婦聯盟這個綠鼠章共同購買 當時出來的時候並不是靠什麼明星 而純粹就是說 如果有一群就是持家者一起購買的話 那這個購買力量可以去讓這些器座的農民 願意用比較有機的方法 而且有事沒事讓人去看一下他們怎麼種的 那所以這個是解決經濟問題 這個不是解決剛剛講的社會啊 或者教育啊或什麼 雖然當然他們的初衷是做環境教育沒有錯 但是一開始會把它組織起來 純粹是因為共同購買 比較省大家的錢跟時間 是一個非常practical 非常非常就是 並沒有什麼高大上的事情 那這樣也可以 那這樣的話也許這個型態就是 比較像合作社 就是說就算你採用協會組織 那你可能一開始也是用合作經濟的方法 就是得找一個不管是共同購買共同生產共同運銷共同利用共同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這個我們最常看到的合作社社會就是那個A嘛 那個就是三個人變成一個A嘛 就是全聯嘛全國合作社聯合會 做到那樣也是很大的 對那但是這個就是可能要自己取捨了 就是說如果你不是靠名氣作為號召力的話 那就是真的要解決社員的生活問題 對好比像說有加入你們的協會的話 那就保證可以就是買到就是無毒清潔有機乾淨的 什麼清潔用品啊這個食材啊什麼 這個教你如何這個吃什麼跟什麼 就真的會有什麼健康的效果 而不是網路上面亂傳的那些啊 跟什麼之類的 對那這個也是有幫助 那這個像在嘖嘖上面 就是節目平台上面有一些定期定額就是像這樣子 做出來的 那像這個關於什麼每天給你看幾則 國際新聞的那個敏迪卷讀嘛 就是靠這樣子方式定期定額 它不一定有什麼產品 它的服務就是說讓你們一個即時的正確的 有觀點的而且不會花你很多時間的 這樣子的一個資訊這樣子 那敏迪卷讀是一個例子 當然那個前幾年有一個那個美的好朋友 也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對 所以如果是要吵那種美的好朋友 因為像比如說在我的粉絲專頁上面 其實我也是類似想要走這樣子的科普 然後線紋這樣 然後 但是如果說要真的跟產品連結上的話 其實就會變得有點難度 因為像比如說需要讓這些比如說粉絲啦 或者讓這些人要花錢 雖然錢不是很多 但是要讓他們花錢的時候 就會在這個觀念上面就會有點落差 因為我們好像是在做一個社會公益 我們在在導正大家的這個觀念 或者是宣揚一些那種健康的意思 可是這個時候如果連結到一些產品的話 不過反過來講你也可以把它想成省錢 就是說以你的專業 你用兩百塊買的這個東西 其實跟市面上那個打了很大廣告兩千塊的 這個兩百塊還比較有用 你也可以用這個角度來看 在這個就看你了 所以人家就會覺得省錢 對啊 所以我們是可以 其實是可以賣產品 我剛剛有說 就是說你可以有睡急等等 因為它的要求只有你賺的每一分錢 都要投回協會的公共的使命 而不是分回各位理事的口袋裡 它其實是這樣 所以百分之百重新投入 這樣就可以 這就叫非以盈利為目的 就是說雖然你有賺錢 但是不是用勤滾錢當作目的 你投入你的時間 最後賺的錢還是得重新回到協會裡 不然全部都變成大分形式 事實上是全部都不能夠變成分紅分潤 不能有分潤的概念 但是你有勞務費 但是當然你可以有勞務費 那你如果真的要有分潤的話 那個就變成合作社了 合作社是有股金 按照股金來分配 那這樣目的就不一樣了 合作社就是純粹是盈利 對 合作社它是有盈利的事實 但是它也不一定完全是以投資者的盈利為目的 因為合作社沒有投資這回事 就是大家入股之後都是一人一票 而不是一股一票 所以合作社是介於協會 所以它跟協會一樣是一人一票 但是跟公司一樣可以分紅 但是介於這兩個中間的組織型態 那如果我們成立合作社的話 也是可以做分潤的 當然就是類似勞動合作社 現在非常多勞動合作社 我有認識一個那個資訊 原住民資訊服務勞動合作社 那做的事情就是建置雲端系統 寫網站 然後之類之類 就是跟任何一家資訊服務公司 沒有什麼兩樣 但是它是原住民族組成的 主要服務原住民族 應該是太亞族 然後那當然也服務所有的原住民族 那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它同時也有 你剛剛講的這個偏鄉教育 資訊教育的這個社會使命 所以它有良好的外戶性 但它中間就是因為它本身就是雇主又是雇員 所以它沒有那個什麼投資人就是抽一手 然後勃學勞工的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理事主席勃學勞工的話 投票就把它換掉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等於就是用類似協會的方式來組織 但是等於大家在從事勞務的時候 都可以有合力的報場 所以這是勞合社 勞合社最近蠻紅的是因為長照系統 常常現在勞合社會進去 然後其他還有農業、清潔、家事等等 但是資訊服務也是勞動 就是你花時間然後提供資訊 所以這個也有這種方式 所以以我們的身份 叫做我的身份 應該可以做 當然都可以 當然都可以 做事就沒問題 只有公司 你不能用自然的身份去擔任 公司 公司你如果是投資人擔任董事什麼的話 那你的目的就是你去命令別人工作 然後你賺錢 對 就是資本家 對 那這個是不是不可以 教育會違反 對 當董事要申請 這就是為什麼合作的事叫合作事業 其實不叫企業 可是我還是有問題 剛剛 其實因為我有跟趙教授講過說 他可以就是把他的 他的網站上的東西變成是收費的方式 其實網路上以前很多種類似那種專業 可是 我覺得我們的問題就是 你看 雖然說我們很 統計說我們很重視食安 然後大家最常讓他們食安 可是 夜市都還是爆滿 大家都還是願意去吃 其實那個很多問題 最多來源就是那兒 所以大家的認知和他的荷包是相對立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就是說 給他這裡的東西 可是又讓他立場浮潛 這才是我們最困擾的地方 對 所以我剛才的具體建議 就是說 就是 不要罵夜市 自己開夜市 尤其現在很多所謂幽靈廚房 就是說 他本身不一定有店面 也不一定像夜市有幾個塑膠椅 大家坐在那邊 那他完全是靠外送 那這個也很多 而且現在在外送平台上很多就是主打 他是溯源 有機 食安 什麼什麼保證 然後什麼 什麼地上糖指數 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說 他把靜可能多的那個名詞都列在同一個地方 對對對 但是這樣子因為他不用維護一個點面 所以他的這個錢也未必就比夜市會 對 那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訂閱對我會健康的這樣子一種 就是 那訂閱制度 對 對對對 那當你訂閱了這些食物之後 當然你自然也就不回去夜市 就會去跟你的情況和分享 這樣子 就是主婦聯盟共同購買 就是這個機制 就是這樣運作的 所以就是一些資訊 切割可能有一些是免費 讓人家點上去看 然後有一些是要收費的 就是一個 然後我還是建議說那個收費是定期定額 所以這個定期定額是換資訊服務 還是換對他好的產品 那這個就你們自己決定 嗯 這個可能要稍微想一下 對 我可以提一個問題 因為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確切 我曾經查過就是在公司行號裡面 發現葉秉承老師好像在他創立的那個公司裡面 是瓜董事長的 這我不確定 不知道 但以他是台大的教授 這樣是可以的嗎 應該是說他的這個公司 應該是從台大的育成中心 延伸出來的那種延伸型企業 所以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的這個董事長 他可能沒辦法執行 但是他的股權他可能不能超過百分之 我覺得百分之五百分之八 他等於有點像是台大的代表 對 比較像是超市 所以那個公司其實是台大幫他開的 對 所以那個公司是台大關係企業 對 對 你要是正委跟他講他是法人代表 對 對 國立台灣大學這個法人股中的代表 是 其實我也有成立一家公司 然後這個公司的話也是從中原大學的育成中心延伸出來的 但是在私立大學的話 我們就不能擔任董事長 也不能擔任執行長 也不能執行 對 所以他其實就是 對 但是可以有那個勞務費 比如說你去做了什麼事情 對 就跟我剛剛講的獎費是一樣的 或者是顧問費 對 對 不過我覺得這些就是技術上都可以解決 主要還是就是兩位想花多少時間在大學校園裡 這個才是真正的那個問題 技術問題都很好 這個是核心 這個是核心 對 好 對 因為其實所有這麼多的這個概念 全部都是從這個東西衍生出來的 對啊 但是 我們在執行上面的話 因為我們也接觸了蠻多人 然後也接觸了很多校外的這些人 其實 我們也有一件事情是我們都一直 一直想要擺脫 但是也必須要抓著的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頭銜 因為這個教授的頭銜 如果說你我們今天離開了這個校園 我們就不是教授 對 對 但是就變成你只是一個 就是 就是 剪博士 對 高博士 對 就實在也不是教授 所以其實 這個頭銜也是讓我們覺得說 大概怎麼辦 是這樣子 對啊 對啊 然後也沒有辦法 因為網紅其實很多人可以當網紅 然後 當教授當網紅也未必會特別紅 另外我的想法是 您剛剛說 剛剛政委說 在 學校 原因花多少時間 這聽起來有點諷刺 就是我們 身為教授應該 為學校的教學研究 服務 多付出一些心血 但是當我們在做教學的時候 去發現學生的動機沒有起來 當然我們應該要啟發他們的動機 那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發現 這個好像無法對於社會 整個普世大眾 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看我們路 就是為了誰 跟我們主題相關的路 就是你們的學術社群 對 所以在影響力上面 我們又覺得好像是一個 有衝突的點 所以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到底是應該要在學術裡面 辦一個 教授應該複齊的這種教學研究 還是我們應該要出來做這種 類似像社會公益 對 對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個 我們 好比想要假設 各位最專業的是這樣 然後一般普羅大眾 關於你的專業知識水平 可能只有這樣 那甚至是負的對不對 我剛剛都在講負的狀況 對 那但是就是中間還是需要 就是轉譯者嘛 就是需要這個 既能夠講學術的語言 雖然他不一定是在 我們叫Cutting Edge 他並不是把人類知識的邊界往外推 但是那些論文他看得懂 那他又可以轉譯給普羅大眾 有梗的這個工作 知道嗎 對 我們剛剛都是在講這樣子的朋友 那這樣朋友也不是單一的地方嗎 他好比說像法律白話文運動的那些朋友 可能比這個在上面一點點 對 那好比像說像 就是 柏恩也也想 可能比這個再往下一點點 對 就是說這是一個很緩的一個緩波嘛 對 那在這個緩波裡面的每一個點 他都有需要 但是問題只是說 其實柏恩他的說是論文也是腦神經科學嘛 對 只是說他願意停在這個點 所以他就不會再去跟學術社群有太多再多的這種聯絡 對 那如果你還要跟學術社群有聯絡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的一個點 但是去找底下這些轉譯者 那等於保持一個很良好的關係 那像那個中研院研製有誤就是這樣子一個例子嘛 他們每次有一個新的一個發現啊 什麼購述什麼證明什麼出台灣說什麼什麼之類之類的 那這個馬上就有轉譯者 甚至像畫成漫畫啊什麼都有 那如果你有一個很密切的這個科普工作者跟你合作 那你還是可以可能六七成做研究 那只有可能三成的時間是跟這個轉譯者合作 這個也是有這種事情 這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自己選擇這部切割啊 對啊 因為你如果不在乎生的 你也可以上課以外的時間 你通常做你自己的事啊 沒錯 也很多人這樣 你只要不要陪發言人 其實我就是這樣 哦 對對對 您旁邊就有一個例子 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證穩的一次概念是這樣 我們的概念都是這樣 對啊 斜槓嘛 斜槓嘛 現在都在斜槓 因為做任務是要花時間 是 是 是 對 那就是說等你決定說你願意花那個時間比例的時候 你就要再去找你 可能往上或者往下 就是 就是 更做階段研究 跟更接地氣更接草根的朋友 能去合作 對 的確我們應該要做這樣的一個平衡啊 也想看看怎麼在現在大學其實一些評鑑啊 真的裡面其實對一個想真正做 對 影響力的老師其實不是太有力 應該有一個Social impact factor 對 對 對 SIS 對 對 不過這個 就是大學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怎麼講的 大學教授這個社群其實是一個 很微妙的一個 一個 一群人 對 因為這群人裡面 就是有些就是很喜歡Social 然後有些 那有些人就是很喜歡教育 對 但因為這些教授他並不像是那個其他 國高中 因為他們要有那個教師檢定 我知道有意思 但這群人沒有 我知道有意思 對然後這群人又有些人就是活在自己的象牙塔 對 所以就會變成說這個非常難以去去控制 然後但是變 但是現在這個社會跟這個這個制度就是 要把這群人限制在這個框框裡面 是是是是 所以就會變成很很難以去去 去怎麼講的 突破一些事情 這我知道您的意思 這我完全同意 對 其實剛剛我們講到大學輔助單位啊 大學育成啊 甚至這些一臂之搖的就是 就是有點像我們行政院接下來會有一些行政法人嗎 等等的這些制度 大概我們剛剛講的這些都是技術問題 就是說這個我想一定會解決 因為這是所有人共同的一個願望 但是就算技術問題解決了 就讓公司法修法了 真正願意開始花時間投入到多少 這個還是大家要自己決定 要自己決定 所以這個 對這個就是自己的定位 在什麼地方還是必須要好好的 界定出來 所以哪一天你自己定位出來的時候 你決定可以當教授 對 我已經快了 快了 有錢可以了 以後下次見面就叫招董這樣 沒有 是不是好奇再問一個問題 可以嗎 請啊請啊 沒問題啊 就 還有好奇就是說 如果我們想要切入那個 驗證市場 對 對 那個就是 因為其實 業界和衛福部都是 互相的 就是 不可能只有一方 一定是兩方都有這個意願 應該是說同一個 比如說同一個物 產品好了 同一個物質 他一定衛福部設定標準 但是業界一定是希望說 我讓他可以加越多越好 之類的 這種概念的這種標準 對 就反正就是兩方 我獎金跟 兩方 應該還有化學區吧 比方說 環化學區 就是說 就是連接和公務門之間 其實 要做一些推動 或可能單方 一定是雙方都有一個意願 對啊 所以那 看政委員就是說 我們就是 如果用毒理的專業 我們不要怎樣切入 跟勇基驗證 或者其他相關的驗證 相關這塊市場 我想到的是 就是說 其實從一個消費者 或者不然還是農友 或是個人 對 當他要到去 購買驗證服務 這中間 其實應該還有很多的東西 然後說 他要 了解他到底要怎樣 他會去上網去查哪些工程 這中間 應該有什麼服務 不一定是會被 因為現在資訊 手機連帶 不可能 這個公司 比方說SGS 或者是瓷青 他完全把持 所以 政委這麼厲害 你應該知道 有什麼這樣可以切入嗎 這個有一個很長的腸尾 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 這個是最前面的 就是所有人都關心的 他有沒有加農藥 他有沒有加什麼 什麼塑化劑 這個市場 有一點保德 因為所有人都關心 對 但是有些腸尾 比如說 殘痘症的患者 他可能關心說 有沒有加那個奈丸 那個資訊面 對 那就是在什麼 就是公廁 或者是其他的公共場所 有一些好像會 有什麼衛生害蟲需求的時候 他會放這個 那他會誘發這個 殘痘症患者的溶險 對 那除了殘痘症患者之外 大概很少人知道 奈丸是什麼 對 什麼意思 對因為對我們來講 他就是最多有點味道 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別的東西 白白的 對 除臭 對 大概就是 除臭 就是所謂的張鬧丸 對 但是就是說 這件事情 對於殘痘症患者來講 如果他踏入一個空間 但是他外面既沒有標示 也沒有情慾 也沒有驗證 也沒有什麼的話 等於他自己置身於風險當中 對 但這個就是一個常委 對 因為有非常多類似 對自殘痘症患者的這些朋友 對他來講非常重要 對 但是對其他人來講 可能沒有重要到這個程度 對 那這個時候去倡導 或者去說 那這樣公務門應該要延期說 辦公場所 公共場所 要限制使用嗎 還是請執政業者 來一個包裝警示 說你在用這個到空間的時候 你的門口就要貼啊 什麼之類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專業服務 而且因為是常委 所以目前可能還不太有人看到 類似這種形狀的有非常多 特殊的東西 了解 是是是 所以這個可能是一個 商機對方 對 就是特別針對某一些 族群的族群 某些族群 對 好比說有些朋友 他必須吃無福祉的食物 等等 這樣子的族群 就變成要 無福祉就是一個營養師合作 對 是是是 就是說 有一些朋友 他就是對於環境裡面 特定的物質 他可能是過敏 可能還沒有到 真的是有毒 像東西的那個程度 對 但是從就是過敏 一路到三透車換成 這個是一個很長的range 但是這個需不需要 對 但是這個需不需要從 政策 或是立法這個地方來執行 其實有的時候 對於衛福部來講 因為他本來就 有這樣子的能力去 告訴環保署 去說 我們是不是來進行 這樣子的限制或活動 所以外福部 不一定需要採取任何特定型 他只要告訴環保署 說 你的化學局 針對這個物質 應該要多做一些標示 多找一些專家 來設計說 讓大家更認識一些事情等等 那他們的食藥署 有時候也會找一些專家 來設計可能像圖卡說 這個假四十 就算你假 他們用那個口部的假 就是吃四十 跟什麼香蕉什麼東西 對 就是他會找一些 就是又有專業 又有創意的朋友 來處理這些事情 我被找了很多次 對嗎 對 食藥署環保署 國建區 對 所以就是說 在食藥環保 國建這三個單位來講 他不一定是像我們藥理這邊 就是那麼一定要是硬性的去禁止 對 但是大家都覺得說 至少你產品外面有一個QR Code 你稍微掃一下 看到一個圖卡 一個動畫 讓你更清楚的了解 這件事情對你身體的影響 如果你的跑皮上的腎功能很不好 那這個東西對你不好 但是如果你的腎功能就是很OK 那這個東西其實你吃多少都不太有什麼關係 等等 這樣子 就是說當然每個產品不一樣 但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的設計 它就是一個專業嘛 那這個專業 我想也是另外一個可以提供的 所以這個專業 我們如果假設 要著手的話 對 還是應該要 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推動 像比如說 也是要透過協會的力量 可以啊 網紅 像機關署 他們把每種疾病做成一個網紅 這個非常厲害 對 他們出一個閱歷啊 所以如果我們已經有了這種資訊的話 我們收集了 然後我們也定出了這個範圍跟標準 那我們要去跟比如說實料署來提供這樣的資訊嗎 像我們最近在那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就有人連署嘛 說那個會誘發殘兜症換成熔寫 這是為什麼我知道這件事情 不然我怎麼沒事會知道那一碗是什麼 對 當然就是要我們去協調的 對 那所以 對 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那整個連署案的處理過程 大概就可以知道說那個State Holder的路徑是什麼 喔 所以在每一次有這樣子的這種想法的時候 其實也是要透過路徑 就會有一個倡議 倡議喔 了解 對 應該不是說你這個協會 包山包還什麼都怪 或是說挑這個常委裡面 你特別發現現在社會現在正在對這個 有一些想法 可能通常是發生社會事件 然後接下來你就有點接力實力 對 對 那這如果以合作車的方式來用 是這樣的一個認證 是是是出來的話 是可以的嗎 當然啊 就等於說你提供的服務 就是去提供類似像是 就是科普跟衛教的資訊嘛 對 那這個資訊呢 你盡量用平易近人 而且是說不定就是 現在我們國家語言發生法通過 有20種國家語言 所以可以用各種不同文化啊 各種不同族群啊之類啊 那有些東西它可能 你還可以就是請台語或客語 或其台語出民族語言的老師 錄一段啊等等 就是說這些都要看它的文化意義嘛 我們有很多像在這邊就是 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的這些展品 它本身雖然有科學教育的作用 但它不是用來讓科學教育用 好比說大家走過來的時候 可能有看到飲水機上面有貼一個鳳茶 那那個鳳茶其實就是有點像是精靈寶可夢一樣的大體遊戲 你就是要去拿一個水壺 去盡可能多的環保署的那些飲水機啊 飲水點啊或參與的商家啊 就是就是refill 就是你喝了之後去把它裝滿 那你只要做過足夠多這種打卡的事情 你就可以累積金幣去換什麼特色的茶飲 還是什麼商品之類的啦 反正它就是一個大體遊戲 對然後還有什麼任務解鎖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它最後的目標是什麼 當然是減鎖 就是它不要你去買寶特瓶 對 然後它會給你看說你的社會影響力是減了多少寶特瓶 但是它不是不是衝撞型的 它不是在譴責出門買寶特瓶的人 因為這是一種習慣 就像去夜市一樣 就是如果有人出門就是會買 去便利商店買寶特瓶的飲料 它已經可能二三十年是這個習慣 你譴責它沒有用 所以就是去設計我剛剛講的好玩的梗 互動的遊戲 改變它的習慣 去改變它的行為 我讓它覺得我正在完成大力遊戲 這個水壺只是破關的道具 對 等等的 因為出門如果會帶水壺 它早就帶水壺 對 對 那就是類似這樣子一些行為改變 那這個當然是 不管你用合作社型態 或者用協會型態 都可以推廣的 所以還是要想一下這種 這個不容易 就覺得要有梗 要有梗 對 確實行 應該是說我們先把協會合作社成立起來 是 對 對 其實說先想到你 對 想到你要什麼樣的組織 對 你那個斜槓的斜度要多斜 對 對 45度 還是快要90度了 對 OK 謝謝 OK 謝謝 謝謝